五千元報導 帶來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我們看一下這個禮拜一 全球金融市場出現新的一波變化 我們在上週一 特別追蹤過一個明星商品 叫做小麥 這個春小麥 小的春麥 嘎大的東麥 跟觀眾報告 上禮拜一 是我們全州收視率 最差的一天 名牌出現了 為什麼 因為通常官員 你越不關心 它行情機會越大 經過這一週的一個發展 不僅小麥價格持續的高漲之外 包括了黃豆跟玉米價格 也出現瘋狂的飆升 觀眾朋友我們先看一下 黃豆的價格 黃豆過去一週 漲成這個樣子 這兩週黃豆的價格 總共漲4% 創下兩年半以來 最快的一個漲幅 而且觀眾朋友特別注意到 因為按照歷史經驗 七月份的第二週 跟第三週的農作物的良率報告 將會攸關整個黃小玉 整個夏季的行情關鍵 所以 黃豆小麥玉米 為什麼在這時候暴漲 我們看今天下午的時候 金價又大跌 那目前的金價已經有準備 跌破1200塊的關卡 這個原物料由黃小玉發動 可是為什麼貴金屬不漲 反跌 要特別留意 從債券市場 這幾天的殖利率狂飆來看 是不是以惡性通膨的疑慮 開始做加溫 好在這時候我們要觀察到 另外一個重要的產業消息 就是航運族群 我們看到中國最大的中原海 就是貨櫃集團 正式在這個週末 宣布要併購香港最大的海運公司 東方海外 那東方海外是世界前十大的海運公司 也是之前香港特首 董建華的家族事業 用偏價的方式來做一個詬病發展 會對於全球的航運產業 產生什麼樣的壟斷行為 好我們從黃小玉 講到航運業的產業併購 我們特別請教四位來賓 第二位請教的是 曾菲醫師 葉俊敏 好 第二位請教我們 資深台記者 丁萬民 好 第三位請教我們 曾菲醫師 坦克爺 孫義廷 第四位請教我們的 大K 曾冠文 好 我們進行廣懷觀察 這個黃小玉行情 逐漸的一個加溫的變化 五七金錢報 帶你了解金錢背後的故事